那到底做什麼轉變呢 是讓學生用IPA的嗎 讓學生用APP嗎 還是說會讓學生怎麼樣呢 我就告訴我的同事說 我想做一件 至少在我的學校裡 還沒有老師敢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課本 還給學生 我不要講 課本還給學生 讓學生自己試著 在他學習的時候 去教給別人聽 不是解題喔 不是解題喔 就是讓學生自己看 數學核心知識 讓他自己來做 其他同學的小老師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是會去講一題嘛 也是會去談到 跟我們講的 有個學校練習 那當然就是要見到解題 所以解題問他也會見不到 可是最重要的地方是 我以往15年 16年的教訓 從我當兵退後 我回來了之後 我一直都是把課本 這個就是說